我叫朱海泽 来自黑龙江 目前在云南昆明工作 担任活动负责人 希望在非你莫属的这个平台 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谢谢 好 欢迎你 东北人现在在云南生活 自己一个人在云南那边吗 没有 家里搬到云南那边了 为什么要 我哥个曾经就是在云南读的大学 然后在云南那边 因为云南的气候要比东北好很多 然后就全家搬到那边了 你会变魔术 对 曾经是一名职业的魔术师 现在一点点的转行 转到后期了 你当时跟谁学的魔术 应该是那年 自己一个人就跑到浙江去了 然后刚开始什么也不会 然后去饭店里给人家当服务员 恰巧那次 碰到我这个魔术界的一个师傅了 然后他自己在那里变魔术 然后展示自己 然后我就就是借这个机会 然后拜了一个师学了一个艺 教了你多久 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过学 只是他演出的时候 你要在下面当助手 拿道具一点点刺而然的 等会儿他不教你 但你拜他为师 那你就只剩下打杂了 对 差不多就是那种意思嘛 那你怎么学呀 对 真的就是全师靠头艺 那会儿魔术还没有现在普及的这么多 然后加上一点点拿道具 你随着你这个慢慢地去接触他的这个道具 你自然而然的就会了 有没有因为偷师学艺 吃过苦头的经历 有啊 那会儿像魔术嘛 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自己原创出来的 也不是说我特意地去偷看 当时就是长得非常不愉快 怎么不愉快了 就是因为他这个魔术嘛 呃 应该说是在 在这个中国地区还没有人演过 然后我就学会了 然后那会儿年轻嘛 然后好显呐 然后就让他知道了 然后就是搞得大家真的都很不愉快 学徒生活很苦 后来渐渐就不做这个魔术演员了 然后你就改做我看这叫文化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什么项目负责人 就相当于是活动的策划执行 负责的就是单哥的项目 不是我们公司的运营是项目制的 你今天来这儿有一项企业吗 赵总 行 说说你这段经历 你在那公司干了多久啊 三年差不多吧 自己感觉做得怎么样 挺好的 但是你上一份魔术演员的时候 薪酬是一万多 到这儿就变成六千了 这么大的有挺大的落差 四千多的落差 你能接受 因为魔术如果做演员的话 可能像我们这种民间艺人的话 赚一万多已经基本上算是到头了 顶天了 对 然后但是做活动策划这个不一样 它是有不同层次的一个阶段吧 好 那我接着这个我得赶紧问啊 因为你也说出来意向企业了 你今天来找的 再说一遍 什么样的岗位 还是做项目 项目的什么 负责人 可能这个每个公司 它的叫法不一样 像是赵总这边 应该是叫策划和执行 和项目的经理 不是 我们这边在同一个项目里面 是分有前端后端的 策划是策划执行和执行 但是有一个人负责这个项目 这个人叫项目经理 所以你是要哪个岗 我来解释一下 我们公司的这个内容吧 他向下兼容一下你 对 我向下兼容一下 咱们互相了解一下 其实我刚进入到公司的时候 这个公司吧 还没有成立的 我是在从浙江来到云南 然后我是从浙江到云南 我在云南的演艺群里面 然后发布我的广告 然后那个 他找到我演了一场出 然后我说我们两个 就相当于 有一丝合伙的样子 但是我又没有出钱 他给了我一点股份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做的这个事情 像我们这个公司嘛 它不大 人员也不是那么 也不是那么多 然后所以说 就是所有的一个项目 都是我们一个人在管 不管是超级大型的活动 还是说特别小型的活动 基本上的板块流程 是不会有特别大的区别的 只不过就是项目大的 然后复杂一点 你可能人数多一点 但是你整个模块不会有区别 所以你说的还是说 你要做一个项目的负责人 那个在咱们行业内 就比如北上广这种地方 我们就叫项目经理 好 那期望薪酬有要求吗 在昆明和哈尔滨这两个地方 六千块钱 那如果不是这两个地方 其他地区的 比如说小燕那边北京 对 你这期望薪酬 如果要是在北京的话 我觉得以我个人的一个能力 可能能达成合作的一个趋势并不大 因为如果我要到北京的话 到底要一万多 我觉得我才会去 如果说在北京一万多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贵了 如果第一轮灭灯的话 那怎么办 你能接受吗 如果第一轮灭灯的话 他接不接受 他也得接受 我就问你心理上的 可能心理上会有一定的落差 但是实际情况在那里摆着 我觉得这是特好的一个话题 海泽同样跟你一样的 90后的我们的观察团的陈陈 如果你是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办 你们都是90后 他选择就待在昆明 我不愿意出来 在台上其实我相信很少有人 能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我会选择去大城市 但是去之前我要 就是那个海泽 我站在你的角度下 就是我们一定要想清楚自己 想希望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我自己值多少钱 我先想清楚我自己究竟想干什么 然后我再这样选择 我来这个舞台上是想学到更多的东西 因为你可以看到我这两份工作 我曾经远远的一个收入 要比现在高很多 其实一万块钱对于 对于这个魔术师而言的话 我觉得它并不是特别高 而且很轻松就能赚得到 而且工作压力也不是特别大 我要一点点转到后期 就是因为想做更多的学习 为什么我们想要你劝你来北京呢 因为可能在说 我们都是想要你来北京 才跟你讲这个话 不想要就不要了 首先大家很认可你 这第一点 为什么就是说 我们说到那个若晨的时候 我们会给他举一个对标呢 他也是从菲尼莫属的舞台上走来的 然后呢 八千块钱的起薪 他其实是从大连过来 跟你的哈尔滨的距离也差不多 他起薪是八千 现在是两万 然后也是做的活动执行 我相信若晨还有更好的一个未来 我觉得你不要说你现在缺什么 他来的时候可能租房 或者说一些很 包括交通对他来讲都是很大的压力 但是他其实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历练 现在可能也是满足基本生活 但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更好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往前看一点 他这个活动工作和人 他是有 他是有这个学习的一个阶段的 我觉得我这个一个阶段 来到北京相对来说竞争会比较激烈 再加上我的生活压力会比较大 我觉得我并不是说一个很大的一个 后面有很大的一个企业 曾经在很大的一个企业待过 我就是在一个小的企业待过 而且我也是相当于半路出家 做的这个行业 然后我觉得可能到北京不是不可以 是我觉得到北京了 要有给我一个生活的一个宝藏 对于你来说我从你的回答当中 我感受到就是学习对你成长性 不是第一要素的 是先要保证金钱 比如说你到小叶姐那儿也好 或者你来我这儿也好 我相信我们的公司还有活动的量 还有我们整个的专业性 都一定比你在昆明 对你个人的提升更好 我觉得你这个时候是 最有资本去锋芒的时候 我觉得无论再好再多的一个学习 年纪这么大了 二十多岁了 三岁 又不能管家里要钱 前期我觉得在北京这个城市 两个人生活一个月一万块钱